反正我是不相信 Lucy能做过三从四的 愿意做长姐骨女人 那小孩指不定是谁的 我 叶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你只要调度她 整个叶家都是你的 你算老几 包一凡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解决这件事情 我可以保证让你在 第一个小时之内 亏掉一千万 我不需要跟你妈妈讨价还家 鱼死网破 谁不会 我们家亏钱对她有什么好处啊 是你逼我 做这个决定的 哪个斯文败类 结枣掉到底了 想出这么坠掉的一个主眼 这整个屋子里 就你最不要脸 我说你儿子 咱们决定把你儿子 逮成残废 被人脱缩 够凶残 什么饭呀 是个饭局 那个任务 通知到的必须去 我们不去 我们两个都不去 陪孝 你是准备让主任亲自过来请你 我把话扔在这儿了 我们不去陪孝 谁来通知都不行 这可是个工作啊 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你刚才说我们去的目的是活跃气氛 在饭局上活跃气氛 是不是陪孝 陪孝也是工作 不是 你这话说得也太难听了 你要是有气的话 你别冲我出啊 我 我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一个传话的啊 我就是传话 你别走 你把我们女人当什么了 饭局陪孝 哪个畜生向我出来的主意啊 谁 是谁 不是 我 你敢让我们去陪孝是吧 好啊 你现在白纸黑字的发文 勒令我们必须要去陪孝 谁 哪个斯文败类 节操掉到底了 想出这么圈的这个主意啊 我 我 谁啊 敢不敢露脸 来 当你也跟我们说 小方都这意思 我还气氛而言 男女大夫干活不累吗 那你让你老婆 让你妈让你女儿去 你干不干 不是 走完来骂 不是 你这个人走完来骂 那我 我知道 我还带到 行 行 我不要 我不要 带魏在睡觉 微信我看到了 我问你一句 你的话要不要撞到给露西 别说我言之不虞 露西呢 是个狠角色 你爸多年前怎么他一下 他就能下死尽地 把你爸弄到牢里去 他那种狠角色的法则是 我死不如你死都死也得你先死 既然死就死你以户口本 相比你爸 你算老几 爽 快点 不是 叶珍珍 你少插手行吗 你威胁我是吧 你胆肥了是吧 你敢威胁我 本来我把你当人看 把你跟你爸一分为二 现在你看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还是个人吗 你怎么不说露西对我做那些事呢 我得罪她哪儿了 她藏在我身后这一刀那一刀的时候 她干的是人干的事啊 那她捅我 我 我 我戳回去 我怎么了 我戳回去我就不是人了吗 我说不行就不行 隐秦我把你当人看 我跟你讲不到 现在你照好 本心暴露 那么好 我也暴露本心给你看啊 我告诉你 我就是家里有两栋采荒镇的 矿二代 好 你现在既然把话说出口了 你给我 在家等着 你有种别搬家 把光头洗干净 在家给我等着 这大事 你给我把光头洗干净 说话呀 有种你就说话 谁敢说话 跟我赶不了吃屎的一家 一个小姑娘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吗 小姑娘 我是为你好 你可是孤家寡人 什么叫孤家寡人啊 我这么大人站在那儿 你看不见吗 你眼睛瞎吗 你 你谁啊你 你管我是谁呢 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了不起 是不是 还妄妒不道歉不解释就要和解 张口闭口都是为我们好 这么大人了 怎么一点脸都不要啊 一窝子臭鱼烂虾 就你们家这种人 在我们老家 早就被人把门口给气死了 连狗痘都不给你们留 恶心 你 你 你什么你 被我说到心虚了是不是 怪不得你们一家子 一个接着一个地进监狱 真的是一脉相承 你不是爱你儿子吗 干脆进去团圆吧 你们家要是能开监狱 连犯人都能内部消化 妥妥地不愁生意啊 你 你 你什么 只会说你吗 你们给我等着 我等着 回头把你也送进去 让你们一家在老房里团去 我很好奇啊 你在背后诋毁重伤我 对我的社会关系 造成实质性伤害之后 怎么还有脸理直气壮的 站在我对面指责我不够朋友 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对面 给我这个机会 不好意思 我倒是发现你一不小心 暴露出来的一个弱点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调查你 踩到了你的痛处 才导致你大年初三 都不能在家待着 一定要跑出来四处乱咬人吧 去口喷人 你这胡说八道 季先生 我跟你说你们这一个个啊 你们 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恶毒的大龄圣女 大龄圣女知道吗 难怪即使遍地都是男人 你们还是一大把年纪 住城租屋嫁不出去 大过年呢放那么多天假 你们敢回老家过年吗 敢吗 敢回去过年吗 我告诉你朱哲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什么你说隐私啊 什么私事啊 过去啊 谁没有啊 我有你也有 还有我警告你们啊 你对何敏红 不要在她面前胡说八道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你小心地走夜路你 你威胁谁呢 齐墨你给我站住 什么意思啊 齐墨 我劝你好自为之 别是赵人本来不想多管闲事的人 我告诉你 我明人不做暗示 你往二零一门上开 那是个电子猫眼 有动静就会实时上传到微信群里 你再往你头上开 知道那些什么吗 那是红外线感应房盗贼摄像头 因为你今天敲门敲得像鬼子进村 我来不及关闭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一言一行 可能也已经上传 所以我今天把免责声明放在这儿 今天你的一言一行 都有可能泄露出去 对不起 本人盖不肆色 我真是明白了 就合着结束一个套是吧 就我收拾不了你吗 周杰 你让开 我这儿有真能给我实验室级别的化学武器 你过来啊 人呢 希墨 大龄盛你们可不是吃素的 你好好想想 你们家保姆请假回家了吧 大过年等你进了橘子 你妈谁来照顾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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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所以 朱哲 我呢 也希望你不要总是去怀人家好事 我相信你也不愿意去橘子里的 对不对 我进不去 不劳你关心 我们二十二楼 除了何敏洪之外的几个人 被败坏的名誉 你怎么打算 你们二十二楼这名誉 这么容易被败坏 说不定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过如此 经不住考验 你何必在意呢 我真是 我在意 非常在意 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看这有意思了 我给不了你交代呢 那我就把你刚刚说的话返还给你 你等着 我不主动坏人好事 也不多管闲事 但是 我一定会采取措施保护我自己 之前有人多事 是因为你平调来上海 他们好奇八卦 我只是旁观 但是既然你不过多年交情 今天打上门来 那对不起了 来而不枉 非离也 不是你 不是你 我做事 从来不来 我去吧 喂 住者 我告诉你啊 你除非跪地求饶 否则你别想让我撤销投诉 秦莫 投诉的事先放一放 你现在还跟我讲道理了 还撤销投诉 我跟你这个打扫卫生阿姨认识吗 有交情吗 你们家的地址 是你自己给何明洪爸妈的 你别想栽葬在我头上 别说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地址 即使我知道 我也懒得给他们 我根本看不上他们那点战斗力 我就是想看你吐血去吗 既然你坚持啃我那么好 我做人是有原则的 我从不主动伤人 但也不会放过一个伤害我的人 如果你不撤销对我的投诉 我这手头里有你第二次离婚的始末 和你离开深圳公司的始末 我很愿意跟你与死网破 友情复制 你前妻去你深圳公司闹那一处 不知道你现在的上海公司 到时候还有没有这个容忍度啊 我活得够不容易的 你要干吗 你们都要干吗 每个人都帮我一撑皮 是不是 有点良心行不行 我够善意的了 你少来惹我 严禁于此吧 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够洗刷自己了吧 够凶残 出来混的 谁都不容易 你一个成年男人 能不能有点稚气 靠自己过活 你先找一个地方扎根下来 管好自己的温饱 然后熟悉环境 最后骑马找马 这是最稳妥可行的办法 我也能提供一些 力所能其的帮助 我不支持你 什么都不干 就是要靠别人的钱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住下来 然后再时间宽裕地找一个 你认为配得上 你文凭的高档工作 别说我没钱支持你 就算我有钱 我也不会支持你 别人的钱 只能用来救急不救穷 不可能支持你一个 四肢健全的成年人的生活费 这就是我的态度 你慢慢考虑吧 咱们来算笔账吧 从你上小学起 就是以我十六岁开始打工 挣钱供养的 从小学到高中 咱们先放一放 大学四年 学杂费四万 生活费大约八万 放假回家拆旅费加制装费 差不多二十万 这个数我又没有多算 生活费是爸妈给的 爸妈刨地赚的那点钱 只够他们养活自己的 你的生活费 都是我每个月给爸妈 爸妈直接转给你的 你心里没点数吗 二十万 这个数对不对 你认不认这个数 是是是 我大学是花了二十万 但是 即使这个费用最终由你出 那也是你孝敬爸妈的钱 你认这个数就行 可我不是供养你一个人 我还要供养你二姐 你二姐比你稍好些 大学四年 花了大约十六万 我供养你们两个人上大学 就花了三十六万 我自己都没有上过高中啊 我就出来打工供你们上学 我凭什么 我没有生你们 对你们没有责任 凭什么要我挣钱来供你们读书 你是我姐 我是你哥的话 可能由我供你读书 我呸 你大学毕业两年了 你攒下一分钱了吗 放屁还得有个想呢 你这句话说得连放屁都不如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法律上 姐姐没有供养弟弟的义务 我现在供养你 是出于勤奋 但这份勤奋 在你今天早上没人来 口头威胁之后 不存在了 以后 我不认你了 你当然不会认我 你巴不得跟我撇清关系 你跟那些同事们一样 都是势力人 但是我也提醒你 你是爸妈的女儿 你永远都是爸妈的女儿 你竟然敢瞒着爸妈 在上海做大经理过阔期日子 你有没有良心 你是不是人 我当然知道 我是爸妈的女儿 也谢谢你提醒我 我从刚开始工作到今天 不管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都会给爸妈支付赡养费的 你给过吗 你给过一分钱吗 你一分钱都没有给过 你只管跟家里要钱 爸妈都没说过 你凭什么说我 我告诉我妈去 你尽管去 我转达民法典礼的条款给你 父母丧失劳动力和生活贫困 才有要子女 善养他们的权利 他们还不符合这两条 我现在每个月给他们善养费 他们转手就给了你 好 既然他们用不上 咱们俩从此以后 也断了这个情分了 那从今天起 我每个月 绝不会再汇一分钱 他们要是有什么要求 我支持他们去法院告我 我奉陪到底 我就算拿这个钱 花在律师费上 也不可能 再给你一分钱 你记住了 这都是你今天咎由自取 你记着 是你逼我做这个决定的 你不笑 爸妈昨晚打电话跟我说 如果你不管我 你就是不笑 我不笑 我不笑 家养我十六年 我养家十七年 家养我一口 我养家四口 我为了养家放弃学业 失去前途 我不笑 我贡献的都是我实打实的血肉 我不笑 你告诉我谁是笑的 什么是笑的 口头笑子 消火笑子 谁不会啊 闹子不干啊 我是小秋的朋友 我今天来呀 是就小秋的男朋友应勤 而不是就你的儿子应勤 你商量一下 你要不要认我们家小秋做二媳妇 你要是不认的话 那对不起了 白白请回 出门又转不送 你 我又不认识你 有事啊 没事吧 还请你找警察 小曲 你那现在说什么呢 我跟眼前都分手了 你别说 你不是 人家印太太来了 连门都不进 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 你在那瞎请问什么呀 你看到我的份上行吗 别说了行不行 闭嘴 我出钱出力的 不明不白的事我可不干 印太太 您一句话 只要你认 我立刻出马 小曲行了 你闭嘴 你满大街随便抓一个认我都管啊 我吃饱撑的 我闲得没事干呀 印太太 那好吧 我表哥太太 你们说 人是不是要讲点原则 没错 我向你求救过 但是如果让我牺牲我的原则 才能救我们家儿子殷勤 对不起 我选择放弃 因为我不需要 那种不讲原则 没有道德的姑娘 不要 印太太 小秋不是这样的人 谢谢你 赵医生 我要回病房了 印太太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态度不好 我可以向你道歉 我救人心切 但是你要是看不上小秋 我觉得你没有道理 你都没有亲眼见过 你们家殷勤跟小秋在一起 是 他们是曾经分手过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殷勤会一二再再二三地找小秋 他醒了以后 为什么会一直嚷嚷着 要跟小秋复合呢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是不要妨碍 孩子们自有恋爱了好吗 殷勤说要跟我复合 真的假的 对 你凡大姐瞒着你 就是不想让你像现在这样犯伤 小秋 你朋友没有跟你说清楚 很好 我是殷勤的妈妈 我代表我们全家 坚决地反对你和殷勤在一起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殷家 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普通人家 我想找到儿媳妇是笨一辈子去的 一辈子很长 一定会遇到很多事情 会遇到很多的诱惑 我不需要我的儿媳妇 家境怎么好 人怎么漂亮 我就想我儿子能找一个能过一辈子的 那种什么 听到几句甜言蜜语啊 收到点花衣服呀包包啊 就丢掉廉耻的姑娘 我不要 你说话可是要过脑子的呀 小心 我告你诽谤 我怎么掉掉廉耻了 你的那些丑事 难道还让我 放到太阳底下去说吗 我干什么丑事了 盈盈 明明是你儿子先找我们家盈盈 一会儿说是朋友 一会儿说是老乡的 我们家盈盈 是天底下心肠最好的姑娘 我儿子的问题我可以管她 我可以骂她 也用不着嘛 仗着自己漂亮 哭哭啼啼 装可怜 我还就告诉你 你 我们家 不要 好 就讨我们家邱盈盈是个坏姑娘 但是我就想请问你一句 你既然这么看不上她 那你为什么要写纸条向她求救呀 我回房间 你还好意思说她不要脸 我告诉你啊 这整个屋子里就你最不要脸 没家教的东西 你敢这么对长辈说话 那你敢这么对欺负你那儿子 那泼妇说话吗 你不敢 你只敢欺负我们家邱盈盈 那什么样 因为我们家邱盈盈有家教 她不动用打人 你就欺软怕硬 你看不上她 你还趴在她身上 把每一寸皮肤都扒下来 没滴血就喝进去 你利用完她了 还要往她身上吐一口口水 找不到你 我没见过你就是不要脸的人 我说你儿子 掌了全力 把你儿子逮成残废 那你 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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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好颜颜 别哭了啊 咱们不欠她 咱们和自己的意愿 哭哭哭 哭什么哭啊 人家骂你就不知道骂回去 嘴掌了声干嘛的呀 我去给我妈打个电话 包亦凡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解决这件事情 如果你和你的人 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钟 还不离开戴山的话 我开始做你的对家 你做多我做空 你做空我做多 你不用关心我 会不会自己亏钱 我宁可自损一千 换你八百 炒单加杠杆 真的太容易亏了 我可以保证 让你在第一个小时之内 亏掉一千万 第二个小时两千万 第三个小时四千万递增 如果你一天不离开戴山 我不光让你亏掉 账面上所有的钱 我还可以加大杠杆 让你倒贴直破产 从现在开始计时 以你每个小时 打给我当地的 座机号码为准 就是这样 喂 喂 疯了 简直是疯了 阿明 阿明 我不需要跟你妈妈 讨价还假 鱼死网破 谁不会 何必呢 我像日风经理的老鼠 苗头烧起 我现在开始操作了 你是回避 还是在这儿看着 随你 这两个疯子 包一帆 你现在挺好啊 你去给安迪做思想工作 我跟你妈做思想工作 不 我们又能做得了谁的主呢 现在只能等他们俩谁先崩溃 不 是等我妈崩溃 等安迪心软 我们这两个男人 还真没什么用 不是啊 这不 我就搞不懂 他们那么做 到底是什么意义啊 你妈为什么要去查安迪 把她挖个几朝天 对她有什么好处 还有你啊 你们两个是在谈恋爱呀 又不是什么深渊死仇 我们家亏钱对她有什么好处 你妈不进她的她就立刻下手啊 疯了疯了 这她妈疯了 包一帆 你现在跟她在一块儿啊 我告诉你 我要你不惜任何代价 拉电线也好砸电脑也好 你要阻止她 不能让她操作电脑 你听到了没有 你回话呀你 我还真做不了这种 回答 她这种突然自杀式的袭击 就不怕把基金里的钱 全亏损掉吗 到时候 没办法跟投资人交代 妈 别闹了 投资收益是按年计算的 就算您这本亏了本 安迪其他投资项目 只要能赚平 就没有问题 这种事儿 你女朋友都能干得出来 她还想不想进包家的门 包家在她眼里 就算是个屁 你 你不是在她身边吗 难道你管不了她 你们俩别合起伙来给我演戏 别跟我演戏 我在包家眼里 也就是个屁 我去外面了 免得我在这儿让你为难 你现在跟包义凡正在交往 你怎么一点都不顾 不及她的损失 我顾不了 你的手太长 你再来挑战我的底线 你不是最在意钱吗 你一个小姑娘 你心怎么这么狠 你有你在意的东西 我有我在意的东西 面对你的步步紧逼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今天晚上我会盯着你 直到你离开戴山 回到你的家里 没错 你现在电话号码显示 你还是在戴山 我一时 还离不开这个地方 所以固定电话和区号不能变了 我已经是在回去的路上了 要不然 我一会儿 拍一下高速服务站的照片给你 好 现在不到十一点 十二点之前 我等你电话 等等 你说 我作为母亲 想了解儿子女朋友的家庭情况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这么敏感 这么疯狂 你也应该清楚 经过今天的事 我是绝不允许你再进包家的门 请你不要搞错 你以为包亦凡爱你 就会站在你这一边 她姓包 你伤害了包家 就是伤害了她 我知道 我已经做好了包子会跟我分手的准备 你 你不是说能找到这些借钱的吗 离个屁啊 你那儿媳妇现在顶多是个托着儿子的中年妇女 一个离得婚的中年妇女 现在谁要啊 她根本就不敢跟你儿子离婚行吗 就算她头脑发疯 非要跟你儿子离 人家好歹也给你生了一孙子了 你也够本了 阿姨 你别光顾你儿子不顾你女儿 你女儿今年都三十了 婚儿言诞三十一 剩女一个 别让她拖着一身债务 连嫁都嫁不出去 当一辈子老姑娘 你这当妈的不能这么偏心 可胜美你也是 难道你真的想头脑翻婚当事母 你想不想过你这把岁数了 再拖这身债务 你还上哪儿掐金去啊 是吧 樊大姐 你不会想告诉我 那个房子你有份出钱买 你有感情 行不行一句话 你要抵押赶紧抵押 反正贝大哥是债主 只要他同意 至少有钱让你爸上手术台 许潇潇为樊胜美打抱不平 越说越起劲 她早就对樊胜美 那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满 一万遍了 如今她看清了 以前那个老是死要面子 虚张声势的樊大姐 原来是一个 独自扛下了所有的事 伪装坚强到 让人心疼的傻大姐 可整个家庭的事 不该由樊胜美一个人来承担 去开门 就这间 去把门打开 我还以为多好的地方 你心灵箱在哪儿呢 那个就是 你看看 你看看这都是什么呀 还有这个呢 你看看这是什么 秋莹莹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你谁呀你 我是她姐 姓白的呢 出 出去吃饭去了 走 咱们走 等等 小白不在 你们就这么走了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们来拿的 都是我妹妹的东西 走 等一下 你们这不打招呼就走 我怎么跟小白说呀 有什么好说的 就白渣男这点家道 我们还看不上呢 你们先走 你是她邻居啊 帮她好好看你 不知道 我们下年来 你们是让我来 我们下年了 谢谢 谢谢 我们下年了 我们下年了 及严 走 你 没有 我们下年了 这些时差的 我们下年了 之间 我们下年了 你 五月 的 花花飞 花飞 花花飞 我会是更多地方 我去 回家喽 蓝姐 你又这么把她的东西砸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能出什么事啊 一是给小秋出口气 二是让她明白欺负女人的后果 仗着张小白脸就想盘高枝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 真当女人是死的呀